田径首席女神夏思宁 她单单是站在那里 就让人觉得她会赢 在2023年5月27日 全国田径大奖赛 起攻女子100米蓝项目的比赛 出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 快速移动遥遥领先 以13.15秒的成绩拿下冠军 她就是湖南妹子夏思宁 是一位兼具实力与美貌为一体的运动员 五官立体深邃 有抑郁风情气质 更加强烈的运动员 引人注目的是她的成绩 在2023年全国田径大奖赛上 年纪19岁的夏思宁 交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拉卷 首先是4月27日在日照站的比赛 这场比赛中夏思宁的对手都十分强大 广东选手罗显燕 北京选手李俊玉 都是体制内培养出的好手 但是在比赛中 夏宁完全稳得住情绪 一马当的先 拨开一切阻拦 牢牢占据着厂商的主动 全程保持着脖子的加速 所有人都甩在身后 霸气拿下冠军宝座 成绩13秒29 相比于夏思宁少年时期 进步十分明显 因为他现在的教练 是曾经带出过刘翔的新海平 给夏思宁安排了科学的 私人定制训练计划 刻苦训练后 果然改头换面 焕然一新 虽然表现十分好 夏思宁却在赛后采访时 表现的谦虚 表示自己还要接着努力 进入我的职业生涯 刚刚才进队 所以可能技术上面 根本就负带稳定 而且我觉得 我需要更加的精进自己的 就是心态方面 需要更平稳 然后技术方面 就是需要再经过 很长时间的积累 我才能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 进入 押忆会的门槛 对 我希望自己能入选押忆会 夏思宁在这场比赛的照片 流传网络 美丽健康的身影 瞬间俯获大大的心脏 纷纷感叹 最好看的都上交给国家了 咱们田径专出美女帅哥 夏思宁2003年 出生于湖南省少阳市 从初一开始 就跟着学校田径教练 赵学军进行训练 然后展现出惊人天赋 不仅14岁就在全国中学生 田径锦标赛上 以14秒54的成绩 夺得了女子100米蓝冠军 15岁的夏思宁再接再厉 在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上 以14秒01的成绩 获得女子100米蓝银牌 最厉害的是夏思宁 没有被荣誉迷于脑袋 反而是选择 继续刻苦训练 于是在她16岁的时候 出国参加世界中学生 田径锦标赛 和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 女子100米蓝的比赛 夏思宁分别以13秒53 和13秒30的成绩 夺得冠军 比女子100米蓝 原全国少年记录 快了0.23秒 再次发现了历史记录 如今被众多荣誉围绕的夏思宁 依旧没有放弃训练 在师傅的教导下 夏思宁在一个月里再次进步 5月27日 全国田径大奖赛 女子100米蓝决赛 夏思宁位于第五跑道 这场比赛 还有一位全国田径女子冠军的选手 在发令枪响之后 她的反应是最快的 夏思宁反而落后一些 只是倒数第三 但是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夏思宁后来居上 直接冲到了第一位 牢牢占据着第一的位置 不松懈 完全把所有人甩在身后 夏思宁跑得越来越快 最终夏思宁的成绩十分理想 她以13秒15的好成绩 完美拿到了冠军宝座 而且当时还是逆风的状态 夏思宁的实力 现在在国内女子100米蓝 绝对在前三 她的最好成绩 是在上海基地赛上 跑出13秒15 之后夏思宁的粉丝暴涨 在抖音突破70万粉丝大关 甚至超过了短跑女神和慢棋 粉丝量在中国田径女子选手里 全国第一 大家都对她抱有深深的期待 希望中国田径 再出一位比较翔一样的人物 接下来就是天主和女律的灌溉 夏思宁会开出 这样的职业之花 一切都在揭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